第266集,蓝忘机又说,魏英,我们都是男人,每天都不在家,你有没考虑过?家里有叔父、秦姐,每天都有人在,还有,那孩子也要上幼儿园了,我们不用太操心的。魏无羡握着蓝忘机的手让他放心,养一个孩子,无论对于他或他,都完全没有问题的。 魏无羡又说,把阿远接过来,我们有了孩子也热闹,兵剑生了小孩,也有个伴可以一起玩。你说对不对?嗯,先去看看吧。 第二天,魏无羡就带着蓝忘机,去那个片区的居委会,找办事的工作人员。居委会的人没想到今天居然能看到,活生生的望线两人,都笑得像朵花儿一样迎了出来。 蓝院长,魏先生,快请坐。你好,我们想来看阿远。魏无羡说,工作人员回身往里面办公室走进去。 阿远,快出来,魏叔叔又来看你了。小阿远蹦蹦跳跳从屋里跑了出来,看到魏无羡和蓝忘机眼前一亮,魏叔叔还有蓝哥哥,众人一起笑了起来。 阿远,叫蓝叔叔。怎么?你也见过他?是啊,他们来我都见过。蓝哥哥,你真好看。 蓝忘机听着小阿远奶声奶气的叫声,不觉嘴角一扬,蹲了下去,摊开心里的白兔糖。 给你。阿远毫不客气地拿了过来,包开只把糖塞进了嘴里,人就往蓝忘机怀里钻。蓝忘机不觉伸出手臂还住了他,众人看着这一目眼睛都湿了。 阿远,跟我回家,好吗?蓝忘机温声地问小孩。 好,魏无羡对居委会负责人说。主任,我们想收养阿远,可以吗?魏先生,这个应该报警民政部门批准。那好,手续我去办理。孩子,能不能现在先让他跟我们回家?我们可以照顾他。 魏先生,你真是好人。阿远要是真的跟了你们,那不知道是多大的福气。那主任笑得眉开眼笑,小孩要是有人照顾。他们居委可是松了一口气,出事这几天他们几个人,可是轮流着带等看怎么处理。现在魏无羡想带小孩回去,他们可就轻松了。 居委会的主任跟魏无羡说。魏先生,那麻烦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,有什么事情可以联系?还有,这是我的号码,都记一下。好的,主任我打你电话你记一下就好。魏无羡和居委会的主任,互相留下了电话之后,就准备带阿远回家。蓝忘机温声地对怀里的阿远说。阿远,跟叔叔回家,好吗?好。 蓝忘机一把抱起阿远,示意魏无羡可以走了,把在场的人都惊呆了。蓝忘机素来以冰冷闻名,今天居然抱起了一个陌生的农民工的小孩,还要带他回家。 魏无羡和蓝忘机带着阿远辞了居委会的同志,就往商场买了一批小孩穿的衣物,然后再回蓝家。 一回到家,魏无羡就带阿远到隔间浴室里,把他洗得干干净净,换上了新衣服。 真是坏人一心,阿远对眼前的一切,非常的好奇与吸引。 跑到房里这里瞧瞧那里看看问。 魏叔叔,这是你们的家,真漂亮。 喜不喜欢,想不想住在这里? 喜欢,想,先带他去见叔父。 蓝忘机说。 好的阿远,带你去见爷爷。 魏无羡抱起阿远,就往蓝起人这边走过来。 蓝忘机连忙跟在他们俩的后面一起过去。 这蓝起人正在客厅喝茶,忽然看见蓝忘机和魏无羡进来,还抱着一个孩子。 一愣问他们,怎么回事,这谁的孩子? 阿远,叫爷爷。 魏无羡对阿远说,爷爷。 阿远奶声奶气地叫了一声。 蓝起人吓了一跳说,谁的孩子? 怎么叫我爷爷? 叔父,事情是这样子的。 魏无羡放下阿远,坐到蓝起人的旁边。 把事情的来龙气脉跟他说了一遍。 蓝起人一下子沉下脸来。 你们想收养他。 费以所思,你们什么情况,还养孩子? 叔父,你也是知道,我们没能有自己的孩子。 所以,这孩子像我小时候一样。 现在父母都没了,多可怜。 叔父,您不是说家里有孩子才显得有生气吗? 蓝旺鸡说,你,这不是你的孩子。 蓝起人面色煞白,你们想要孩子,自己生去。 叔父,您就不要开玩笑了。 我们俩怎么生? 各自结婚去,就可以。 蓝起人转过脸去不看他们俩。 蓝旺鸡和魏无羡交换了一下眼神。 不语。 爷爷,您这茶好香啊。 阿院低下头闻了闻蓝旗仁的茶杯说,你会喝茶? 魏无羡好奇地问,我不喝,但会闻啊。 爷爷的茶真的好香啊。 听着阿院的话,蓝旗仁的脸有所缓和下来。 斜着眼看了他一下,这小孩虽长得不是很健康,但眉眼还是有几分聪明。 他第一次来到蓝家,居然不怕声,还会套进虎。 叔父,请您同意留下他。 我们不在,也可以陪你老人家。 蓝旺鸡上前行了一礼,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 阿院,给爷爷倒杯茶喝。 魏无羡说,那孩子一听乖巧的就去泡茶。 无奈笨手笨脚一不小心铿锵一声就把茶杯摔了。 他吓得一动不动站在那里发愣。 魏无羡把人牵了过来。 阿院别怕,以后小心就好。 蓝旺鸡默默地走过去,收拾地上破碎的茶杯。